我为黄博士 其实相信您的关注已经影响到我们非常多的孩子们在生活当中 和他们在成长当中非常健康的发展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现在我们大家都说众人食材火焰高 那么孩子是希望是动粮 就需要有一定方面的帮助与扶持 这也离不开他们成长过分当中是最重要的一点 今天我们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各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 现在有请他们和大家一一见面 首先我们要把麦克风传给我们的谭登先生 首先先把我们来翻译一下 我们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the guests who have been here Now please welcome them to have few words 好 有请谭登 谢谢 谢谢 这个我个子刚刚我就坐着说了 这个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家长 谢谢各位朋友过来参加今天的这个发布会 也算是一个其实是2019年的总结会 我呢对这个活动就像刚才黄先生来说的 从最开始到现在都在参与 当然不是作为其他的 是作为一个家长在参与 看到我的孩子这几年下来也慢慢在成长 所以呢也感到很高兴 那么我觉得这个舞台确实给孩子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我们坐的底下 看着台上的孩子在表演 他们展出自己的本自信里面 不管是跳舞还是唱歌还是其他的文艺形式感到非常振奋 你像我举一个例子的时候 就像孩子一样的 尽管没有受到很强的专业性 没有任何专业性 当然最开始走上舞台的时候非常害怕 现在呢还是当然不能说很好 但是还是在去努力 对不对 在这的很多孩子来说 这个中华文化 特别是国语这些 对他来说都是一种挑战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个活动本身也给他们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 让他们去 迫使他们去学习一些东西 了解一些文化 了解一些语言 并且把它用舞蹈的形式 说唱的形式 和其他的主持的形式来展示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本身也是原来做春节文化的活动 这个清理的一个初衷 因为在加拿大多元文化国家嘛 我们总是希望把这个美国民族最好的一部分 带到这个国家 不光是传承 而且是跟其他的族裔人来共享 让更多的人参与和理解 所以我很高兴地看到 现在的活动慢慢有其他的族裔 越来越多了的参与这些东西 他们最开始进来是参加一个文艺活动 但是他的家长坐在台上 那当然很高的 你看那个 从而都看分析森的那个上面 楼上是蛮高的 但那些家长从头坐到 我非常高兴 因为他们对他来说 也是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学习 中华文化 主要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机会 所以通过这样的环境 我们实际上也是在做一个文化的 不光是传承 也是个文化的使者 也起到了一份作用 所以呢 这个非常好的活动 但是呢 我们刚才都说了 这个主持人和廖总都说了 这个活动离不开大家的帮忙 离不开社群的餐饮 尤其离不开我们的赞助商们 几位 从廖总开始 每一连都是赞助的 其他呢 将我们那个 Emmar 是坐到那儿 来得晚一点 都是每一连都是做 给我们提供很好的一赞助 而且今天 尤其高兴的是 由我们的这个 TD Alex 非常关心 从银行的角度啊 来回报社会 关心社会 关心孩子 所以呢 把这个活动呢 我相信做得更好一点 我知道他们活动 主播方也有想法 希望把这个活动 进一步扩大 在别的城市里 也做起这样的活动 让这个中华文化的传承呢 做得更好一点 让更多的孩子 提供一个机会 展示自己的一些 学习 展示自己的一些才华 所以呢 谢谢大家参与 也祝今天的这个 发布会 圆满成功 也祝祝2020年的这个 孩子们的冲满 能获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 相信有这么多的精英在 必须要成功啊 那接下来 我们要邀请我们的 叶嘉丽女士 君业 来跟大家